叙述,其实如果讲完,其实程式就写出来了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该如何撰写 基本上的话,第一个一定是输入一个值 把这个题目,将来你们 考试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值本,就讲这样,你就照着看 如果说看的题目,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值,输入一个21好了 那这个21的话,当然我就是要把它里面,如果是能够被五整除的,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我就先多一个ANS,这个要加总的一个变数 那再来做什么呢,for i in range,刚刚说,从第1到第21停下来 这里面的话,能够被五整除的,通通帮我抓出来,并且帮我累加 所以记得啊,a加1,a的下一个,因为到21嘛,所以加1的话就到22停下来 OK,如果呢,i里面的值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累加,累加的话就是什么,ANS加等于i,或者NS等于NS加i也可以 那就把它累加了,所以第一个遇到5,5就把它加进来 所以本来NS等于0,那这个时候5就变,里面NS变5了 OK,再来就10,变15,加起来就15,再来就15,15加起来30,再来20加起来就50 所以最后的话呢,就把这个NS的50输出,所以再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21输入之后,它Enter50 那表示应该是OK的 这个应该跟前面做过的题目很多的蛮像的 所以尽量还要把它收一下,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题目基本上都是蛮基本的题目 OK,好,而且其实将来如果你们要就是应征相关类似的工作的话 其实现在很蛮常会被考试的,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 刚才丢几个题目给你做好了 做完之后,可能有时候面试了一堆嘛 那怎么办,先来第一,先来大会议室嘛,然后大家先做一个测验一下 第一阶段先过的话,就先塞掉,只现在几个,在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 这样的话呢,可以留下对的了嘛,最简单的方法就来个测验就好了嘛 不然的话每个都先来面试,面试完之后 我怎么知道谁是程度好,谁是程度不好的 所以先考试一下,应该是还不错的方法 所以也许啦,如果你要从事未来,要从事类似工作 不然的话,就是也是把这些手洗一下 OK 不然的话你就拿个证兆 其实说这样,有没有效,你在履历上有证兆 跟其他人都没证兆 当然啦,以我的角度来看 先把那个有证兆先 找来问问看好了 对了解一下 如果没有证兆的,就先摆一遍一下 不然的话我怎么确定说,到底 会不会找来的 其实根本不会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304部分 306部分的话是阶层 OK 回圈 阶层 计算 那所谓的阶层 就是说呢,反正一直层一直层 如果输入15的话 15的话一般是写成这样 阶层的话我印象中是什么 15i 那什么叫15i 不不不不 15惊叹号 那意思是说呢,把15以前 的所有的 这个整数 通通都相乘起来 意思是说 1乘2乘3乘4乘5乘6 乘7乘到15 最后结果数字是多少 当然其实理论上 应该1可以避开 因为1乘以任何数字 还是 原来的数字 那所以1不用,应该从2开始乘 不过你要加进来没关系 OK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一直乘自己 最后把结果呢 给输出 所以 一样跑个回圈 那回圈后面的话呢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ANS等于什么 ANS自己 乘上i就好了 有没有 不对 ANS就不能从0开始 我们刚刚ANS等于0嘛 如果0乘上1还是0 0乘上2 还是0 所以最后可能变 所以ANS初始值要多少 要1嘛 对 1乘上 1乘上1还是1嘛 OK 然后呢 再来1乘上2就变2 所以以此类推 通通把它乘在一起 所以呢 阶层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完成 所以假设我今天输入15 它必须把 这个阶层全部成完的结果 帮我输出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06 程式非常短 就长这样而已 5行 第1个的话 一样什么 输入一个a ANS特别追 你就不能说像刚刚一样 输入0 输入0就完了 里面的话 printed结果就0了 OK 好 所以记得是从1开始 那范围的话就从 1到a a自己 的后一个停下来 所以15的话 那这样一定16停下来 OK 然后这ns等于ns自己 乘上i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是1 不过应该是 这已经是1了 所以这边应该是2开始 可能会比较标 不过 其实你用1也没办 因为1乘上 还是原来 所以多乘一次 并不会影响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考试啦 用1用2结 因为他没有看那么细啦 所以 理论上应该是2开始才对 因为ans本来是1 1乘上2 乘上3 乘上4 一直乘上15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执行一下 理论上的话 输入15 那应该会看到 乘完的结果 应该是 13 0 76 DL的那一堆啦 OK 看起来应该数字一模一样 那 表示 就没有错误了 OK 不过 这一题当然你也不要输入一个 过大的数字 不过大的数字 可能会爆掉 超过那个 我们 Python能够容许的那个 数字 OK 那就会有问题了 OK 不然一直乘一直乘 太大了 好 那 这个部分的话是 306 部分 这个算 还算简单 所以304 306 都是跟前面蛮像的 但308 难度就高一些些了 怎么说呢 回圈 位数 加总 位数 什么叫位数 其实简单讲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先不要看这个1 先看这个底下这两行 98 7 6 最后他底下有个叙述 他说 这个 几个数字的加总 为35 那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说 把9加上8 加上7 加上6加上5 的total多少 就35啊 哎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写一个对应的程式 当我输入 98765的话 他能够把 这里面每一个位数的 值 通通都 把它独立出来 哎 所以特别说 必须什么 把它个别 独立出来 然后呢 再做什么呢 加总 方法很多 我 像我 待会举几个例子啊 第一个方法就是 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它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抓出来 哎 因为我们input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文字对不对 那文字我们前面讲过啊 那个 合并 分割的时候 有没有 不是有那个字串 s 中瓜糊 有没有 哪一个字 有没有 其实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要取那个 98765的9的话 那我就s中瓜糊里面输入0就可以了 0的话就取得9嘛 然后呢 输入1的话就取得8 因此类推 有没有 所以01234 五个位数嘛 但是呢你取过来的话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如果你要累加不行 所以怎么办 转型不就好了 再累加 不就OK了吗 所以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 把它当什么 当文字看待 然后分别把它一个个字抓出来 就OK了 再来的话你可以跑个回圈嘛 0到4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就4就好了 然后就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一个转型 一个个累加 这样就OK了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想想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308的部分 这一题 除了我刚刚讲那个方法之外 其实呢 还可以用 数字的方式来做 怎么叫数字的方式来做 就是可以用那个 把它当数字 来做计算 有没有 求余数嘛 比如说先什么 让他除以10的余数 除以10的余数 一定会先余5 那就把5抓过来 有没有 然后再把5去掉 5怎么去掉 就把它除除10就好 除除10之后的话 那他就是除除 除除的意思说 除除完之后呢 舍弃小数点嘛 所以如果除除10的话 就变9876 那9876再怎么样 再求余数 10的余数 那不过6 那以此类推嘛 除到没有为止 那就把它全部加 也可不可以啦 所以有两个方法 当然你就记一个啦 比较好记 我自己习惯是 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 304 跟306 先完成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试着做做308 啡响 9 9 11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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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